途中收音就收到一位参观者 来到这边挑机也都说出心底话 其实近年看很多一首项目都没什么特别 而每次经过观塘道都发现这个项目 摆了很久都没拿出来卖 感觉是奇怪的 直到起到这一刻 见到一段时间凸了出来 就会再留意他多些 都算是香港近年有少少特别设计的住宅结束物 当去销售中心看完模型 知道整体布局就觉得真是浪费 上一集第二集的乙装修示范单位大家看了 就好像一个乙化妆的女孩一样 如果未看可以按右上角连结看 那带大家看一个卖着妆的美女 参照1B座19楼F468尺 年22尺露台加16尺工作平台 想知道将来住客质素 其实看示范单位参观的市民你就看到 好像这位先生 每次山柜都这么势力 如果成为将来鄰居就好了 这边有电焗炉给你 洗机电焗炉那些东西 哦 这个喇叭 刚刚这道门又开左方向了 应该向右边开的嘛 你看伸手伸进去我都要隔起脚 道门这样开 人想伸进去都伸不到 一进去的单位 真是猜不到 原来有四处压顶 不论你的梳化摆左摆右 都会有横梁压顶 想做个高薪柜 但是又被一条横梁顶住 既然带厅横梁 不明白为什么房间的横梁都会出现 出现不要紧要 都不要那么粗啊 就算真的这样的需要 房间的冷气机摆位 都完全出问题 维修生口已经没有了 还要挨住短的那条墙身边 厅已经有条横梁 应该是包住开放式厨房 抽流烟机出风后 通常是这样 房里面的横梁就会比较薄 如果冷气机移向右边 到时的山口位 就可以在横的下面 或者是厅的外面 都可以直接维修到 不论一房和两房单位 都会用上木纹地砖 选取砖面 四边都比较平滑 当转碰转之间 就可以做上一块大平面 就比较容易清洁了 长身在那边 你坐梳化就坐在那边 冷气机因为横梁太突出 向外面 有些空气就在那边爬 大家想想想 这里也有十多寸 也有整尺 冷气机要在一尺 才吹风吹 那规则自然会差一点 这些冷气机摆位是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 太多横梁 大家留意一下 开放式厨房 煮饭的时候会产生热力 对于煮饭的妈妈当然好 但是客厅那边 平时冷气都不到 这是一个客房 冷气机是放错位的 基本上不应该放这边 你把冷气机 向左边移过去 而这个做起身 可以由下面做上顶 这个不知为何 风火水电那边 做风那些就是没想过 这个单位也是 房里面有一条很粗的横梁 冷气机要维修 如果整个坐在左边 这个位置 就可以做开口 做生口 做维修 现在这个 由于这个是出风的 商业大厦的冷气 到时会没有了 整个单位这边 就没有生口 这部冷气肯定是移过这边 不应该这样做的 浴缸这边 做了一个features wall 分开五份 左右五份一 中间五份三 配上砖身凹凸打环的条纸 砖子都大大快 感觉很大方 整个洗手间做得很漂亮 颜色很协调 擀面盘 擀了长方体 差不多一个揽物形 那你的total volume 你用不到 如果整个圆 你的人移出了 那你的空间就小了 这个盘 设计上做得挺好的 那个形状好 冷气候全部未博 将来怎么走进去装饰面 就看不到 后馆就躲在里面 这位地产朋友说话出语惊人 大家听听 你感受一下两夫妇 营养气肉的时候 都够了 但起码不是 你站 不是 因为它这里的 塑膠 塑膠 不是 因为它这里 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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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多位置放 你都要想 你都要想 全居的东西 这个开放式厨房 一个人用就好地地 如果两夫妻就 就是一个防水壳凹柱 就是一个防水壳凹柱 左右两边就是塑条电线 这种壳很难找到对 为什么呢 插槽头插到里面 脚是这样进去 喉头又下来 你看到这里 是墨拢的 墨拢的条线要这样勾回去 如果插槽头招得大一点 基本上是卡住你用不到 最终结果 业主收到的时候 就会拔走一个壳 途中收音 就收到一位参观者 来到这边挑机 亦都说出心底话 我们买了 高利街三三六两个 这三三六都要付 我就说 还有家庭在那边 在现场听到这位朋友的心底话 我心脚很黯然 部分市民觉得房数多少 已凌鸡于实用面积的大小 究竟我们安然接受 还是被人试一脑 大家又怎样看 大家去看现场 大厅有一条边有横梁 横梁走进房间 而且冷气机的摆位位置 放在房间中间 不会阻止另一边长生做高柜 这边长有条件做到顶衣柜 比较之前的两房单位 横梁多到震 一房冷气机 横梁布局做得到 为什么两房做不到呢 洗手间基本上 通一向都是同一颗色 我用这个香槟金的形容 但这扇门 就用普通Sing Steel 可受降色 也是 整套东西就有点不协调 不知是否在检权的时候 这扇门或这扇门 是没有那种香槟金 但如果不是 那这个为什么不用香槟金 这个真的有点奇怪 整个门都是这颗色的 只看选料 都看不到如何和新世界拉上关系 怎么知道项目分等级 看发展商选取材料放在地上就知道 大部分发展商都会这样做 用砖地比用木地板次一级 好像空中花园对下的楼层 1A座的ABEF 1B座的ABH 2A座的ABC 和2B座的E单位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紧厨单位 客饭厅就会铺地板 就算三房开放式厨房的单位 发展商都认为低一档次 用木纹砖铺地下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惯了 用得砖我们就觉得低一档 那么潜在买家要留意一下 我们讲一下冷气系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大部分项目的冷气机都用上VRV 除了1A座C单位 2A座E单位 2B座的FG单位 即是所有的一房单位 用上VRV系统就质量高些 机价都贵些 逢亲开放式厨房 所有煤气标接点都放在露台 其余紧厨就放回厨房 灌塘到24小时都有车 有时下班时间 由灌塘到牛头角 再塞到平石村 噪音问题不可少 其实三合一式露台入职 不是个个盘都对 都要看回外在环境因素 很多时候一个密封式露台 有隔音的作用 相反 当下噪音由地面扩散上空 三合一式露台 有一边会疏纳 因为要被冷下缩机 要散热气 地面的噪音便会进入露台 所以一AB座 向着观塘到的单位 露台设计 不太适合地使用 就像之前所说 这个是锦厨单位 客厅还要用木地板 开车的问题很难拿 每个砖都是直 没有RAVE的 一块砖也算平均的 看見他了,膝蓋要借力的墜進去 槍重不重身? 重身是槍 槍佔整個房間,槍是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的分別 是多大隻呀 經常都說,放上去後,槍桌放不到東西 什麼都放不到 所謂做 還有你把床插不上去 多少錢? 30dm 半個A4,把床插不上去 你即時用不到 槍單位的洗手間全部用上雲石磚 他不錯 左右兩幅大大塊 右邊小一點,左邊大一點 整幅都拿了 看見他差不多跟肉框一同 他開磚開得不錯 而這邊呢 整幅都拿了 這個是好 太重了 這塊的 又大 給整個槍櫃 十多萬 不要緊,錢不是問題 房間很大 首先講清楚 這個不是隔音玻璃 這個叫減音 這邊呢 就是玻璃面 而這邊呢 就是軟膠的 先進去 軟膠的 有很多洞洞 就是讓你把聲音進去 走不到 所以這塊叫減音槍 好 這樣 怎麼會 你怎麼會 怎麼會 你怎麼會 這位觀眾 怎麼會 怎麼會 很厲害 基本上不用開 不用拆 當然 你問我就是單位 你當你發鬼 發例需要 不是批不到 你看下面沒有了多少 沒有了多少 沒有了你那麼多 這個位置全部都不可以用 你不是說單位退回去 你不知是否還可以 我這段時間都是錯誤的 露台頂上做上吸音的設備 亦都是緩解措施其中一個方案 這位朋友也很專業 大家都知道這部是VRV 質素或者價錢 都會貴普通的分體冷氣 其實整座大廈在建築上 都有一種美感 故意將會所升上半空 又可以做多幾個露台年花園的特色單位 都算是香港近年 有少少特別設計的住宅結束物 當去銷售中心看完模型 知道整體佈局 就覺得真是浪費 那麼在現場看示範單位 都和一位會員一起 看完模型之後 我們大家有這樣的看法 去將Gym丟在裏面 你問Gym多人用還是多人用 其實這堆會議室1,2,3 我覺得這堆會議室1,2,3 我覺得這堆會議室1,2,3 好閘 這些可能都 有些用 有些用 但那三間都是 但最好這個水療 其實這個泳池升上來會更加好 浪費了 對呀 泳池放在那個位置 真的浪費了 對呀 你賣點就應該拿上來上面 這些會議室不開眼 扔回去 我想建築費都不便宜 Gymone 經常用的 景點就不應該放在這邊 對呀 你應該放在外面 對呀 去內圓 對呀 看不到呀 一邊走一跑一步 看出什麼鏡 最漂亮的景點應該是這邊 對呀 就是他要好好吃東西 有些可以去到Sky Garden 但看到這條環跑鏡 不想在不適當的時間 你的天花板有人跳跳蹦蹦 還有住客如果不方便家裡抽煙 Sky Garden 也是一個好去處 所以26樓的單位 沒什麼就不要選了 你看到這條樓梯 裡面可能是水箱位 而這邊可能是機房位 所以這裡 這個未必是最大 可能這邊是最吵的 A是這個位 最吵是這邊 一個油箱仔油箱仔 就是冷壓縮機 低層單位向最邊就不要買了 還有去看一下斜坡多近 五樓連花園露台的特色單位 我就叫做特曹單位 基本上這些單位要長期刪槍 有一個花園露台等同沒有 地契裡面寫得很清楚 在粉玉色這邊是一個斜坡 所有業主都是分擔將來的維修費 反正發展商還未開賣 會所上面的單位 到時再和大家分析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再說吧 今天請看 至少一段時間 到時再和大家一起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